各位旗友大家好 这里给大家带来的对局是 2018年12月12号 在江苏举行的 韩信碑象棋国际明日赛上面 有王天一直红 对阵越南骑手陶国新 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局 现在越南的象棋发展的比较快速 越南下棋的人非常多 高速也比较多 不过相对 中国的顶尖高速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来看一下这具棋 王天一选择是兵器进一 先走先人指路 黑方足底炮 炮二平三 红方炮二平五 这也是很常见的一种布局 在这个局面上面 黑方比较常见的有 向上进五 向七进五 马八进七 炮八平五 都可以 很多种走法 这里黑方选择的是 向上进五 补右向 红方这个时候 最常见的有两种走法 一阵是直接怕打松竹 先转一个竹再说 第二阵走法就是 补试 这里王天一选择的是 先补试 以后 兵吃过了之后 打了象 保证不带僵 红方补试之后 黑方选择跳马 马八进七 红方 马二进三 黑方足七进一 挺足致马 这时候 红方出局 局一平二 黑方局九平八 红方局二进四 走巡河局 黑方补一首四 红方跳马出来 黑方平趴对局 如果这里对掉 马踩回去之后 以后直接可以冲兵 来攻击马 这时候选择是 局二平四 黑方进局 进局到兵行线 这都是一些 很正常的走法 下一步准备吃兵压马 如果马这里跳出来 黑方就进足赶局 所以红方先浸泡 泡把进一 先守住这一步 黑方再走独山进一 红方跳马出来 在这个准备上面 大多数都是走浸泡 浸泡打掉兵 打掉兵之后 下一步准备浸泡来打马 那么红方就平一步泡 先把黑炮关住 红方马跳出来 红方就飞向赶炮 这时候 这跑就没地方跑 红方就会出局 或者走军一平四 红方过来对局 再走局势平二 这个时候也不能够 在这个准备上面 军一平四之后 也不能够飞 如果直接一飞 这里有跳马采菊 应该菊一跑 其他没地方跑 一跑之后 竹吃过来要抓双 这样黑方有先手 如果顶住 那么这里马再跳出来 继续采菊 菊立不住这个巡河要到 黑菊就吃过来 抓双 这样是先气候取 所以这个局面上面 在这种时候 可防选择的是直接进足 吃掉 红菊吃掉之后 可防再浸泡 进行封锁 要不然红菊升上去 顶住之后再跳马上去了 这个时候 红方选择炮五平六 下一步准备是进兵 赶菊 菊一跑之后 兵吃上去 向回来之后 再一次 这个菊退到了巡河手 那么菊这里就 感觉起很被动 所以这个时候先退菊 退菊合起之后 红方不向 和防进种组 把菊路打通 红方走菊九平六 和防挑扁马 马而进一 马而进一之后 这里下一步准备是 足以进一 红方先找冰酒进一 管住黑竹 和防找足球进一 下一步整个是马起进酒 再从边竹 从这里跳出来 这个时候 红方选择是 泡六瓶酒 走马起进酒之后 这里马踩掉 下一步这里要踩炮 踩炮回掉之后 去吃掉装一个像 那么选择先退炮 红方再把马退回来 退回来 这里就牵住了 海防菊马 下一步可以进兵 进兵也赶马 这时候选择 菊一进一 下一步准备是 菊一平三 来对菊 如果吃掉 马踩掉 这个炮就发不出去 也没有拉住 海防菊马 所以这个底面下面 下一步有菊一平三 红方走兵五进一 先对这个兵 如果来对菊 那么吃掉之后踩掉 红方就过了一个兵过去 所以黑主先吃掉 菊吃掉之后 黑防再走狙一平三 狙一平三 下一步进去抓炮 逃炮之后直接吃兵 来攻击红方的七路线 攻击红方的三路线 这时候红方先平炮 平炮到中路 下一步直接有炮打向 飞掉之后再吃掉 直接要抓双 这样是破了两个像 在这个底面下面 黑防比较好的走法 应该是直接跳马 既守住了像 同时把这个马对掉 这样吃掉像之后 只抓到单炮 直接可以平炮四脚 黑防就不会丢纸 这个底面下面 那么马也只能踩掉 吃掉之后 就算打一架飞掉 吃掉之后 炮可以把四脚炮 这起红方就没什么攻击力度 但是这个局面下面 黑防选择的是炮商品四 那么红方就打一架 飞掉之后再吃掉 现在抓到双 抓马抓炮 马跳出来对 踩掉之后就吃掉 这里吃掉炮 现在的局势就形成了双军 一马一炮 对 黑防双军一马一炮 横方多了一个兵 主要的是 黑防少了两个项 以后这个炮过去 尾力就比较大 铁箱怕炮 在这个底面下面 黑防选择进去抓炮 横方推炮 跑去跳跃之后 黑防比较好的走法 应该是守住中路 不能让马跳出来 应该是走平鞠 守住 以后马就跳不出来 但是黑防选择的是 直接退鞠 这样管住马 让马跳不出来 这个时候 横方直接走鞠一平五 用中鞠守住 黑防进走 如果这里一吃 那么马就跳上来 黑防走足球进一 这里吃掉之后 那么马这里再跳上来 来进行针扬 如果这里马跳出来 那么这里再跳 不过这个底面下面 横方没有走 冰一进一 横方直接是跳马 黑毒吃过来之后 横方再跳马 走马无尽其 这里选择马跳上来 下一步准备要来卧槽 横方选择马去进屋 挂脚要杀齐 横方只能平均守住 守住之后 横方再平泡 泡九平八 这步骑比较厉害 下一步 沉泡一将 横方不能垫距 垫距有挂脚 那么沉泡一将 横方只能浸泡起来 进到这里踩掉了 如果进到这里 那么也是踩掉了 横方假如说先跳马 来对 那么浸泡一将之后 炮再伸到这里 踩掉之后去吃掉 以后可以平均过去抽 这里何方有个底炮 横方有个底炮在下面 所以在这个底面下面 马现在先不能跳 只能够平均挡住炮 不能让横炮下底 横方再平均 这样下一步将军 何方只能垫炮 在城区下去刷齐 何方只能先退局 何方就守 守住之后 横方进兵 挡住黑马来卧槽 因为卧槽踩掉之后 就吃掉 这样对掉纸之后 横方就没有攻势了 横方这个马还是威力非常大 何方吃掉 横方进炮 这是一步非常巧妙的起 横方直接进竹 下一步准备是 跳马来卧槽对掉 如果这里对掉之后 那么就可以吃掉炮 把炮一吃 横方这起公司就比较弱了 所以黑马跳上来之后 马不踩 横方这个时候 选择了非常巧妙的一步起 在这个局面上面 横方走 何方没跳上来 何方进竹的时候 横方直接跳马一将 强行弃马 就吃掉之后再平炮 这里有个叫杀 那么何方只能平均守住 挡住炮 就吃掉之后 现在这个局面 是双鞠一炮 对何方鞠马炮 何方过了两个竹 但是少了两个项 这起来是横方占优 在这个局面下面 何方应该是进鞠 广珠炮 这样以后还有得走 因为横方可以飞向 憋住马 不能让马上了 以后再飞向 这样何方还可以坚持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面 何方选择的是直接跳马 想再叫杀 想卧槽一将 偏触了之后 在城市或者是在进鞠 都是杀棋 如果横方不是 丙马 那么挂脚一将 也是要杀棋 挂脚一将只能坐起来 在进局就是个杀棋 不过何方没料到的是 横方这个时候 直接是平局守中路 这里就算卧槽一将 可以偏出篮 下一步 这里成底炮命功 何棋解不掉 这事也成不起来 所以这个起 何方就输掉了 好 这个起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收看